欢迎收看东森美洲焦点新闻一周精华 我是游家云 首先来关心面对川金二会临时破局 不只冲击全球股市之外 面对关键原因无法完全取消制裁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东京新闻本周的新闻广角进单元 特别推出了川金二会破局 带着观众朋友一起来分析 美国总统川普还有金正恩 在川金二会第二天扩大会谈 不止临时决定取消工作午餐 随后还马上宣布不会签署宣言 引起外界一片哗然 在记者会上抛下震撼弹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 第二次川金会将不会签署任何宣言 引发外界哗然 不过在几个小时前 气氛完全不是这样 就连在单独会谈前都还大赞金正恩 川金会第二天行程从早上展开 金正恩和川普都早早抵达会场 而在单独会谈后 两人还被募集有说有笑 并肩走向室内 让南海媒体一度认为 双方已经达成共识 而金正恩难得回答外国记者提问 也让媒体惊喜 不过紧接着川普的这句话 却为后来的发展买下伏笔 除了扩大会谈时间拉长 空荡荡的餐厅也透露出不寻常的气息 最后两人突然宣布取消工作午餐 随后各自返回饭店 跌破不少人眼镜 虽然川普事后表示会谈相当有成效 不过这次达成协议失败 也让不少人对于北韩非核化 打上了一个大问号 中文学位 邓云青 吴文哲报导 分析川金二会破局 根据川普在记者会当中的说法 主要原因就是北韩要求完全取消制裁 但是美方根本无法答应 川金二会破局落幕 美国总统川普车队突然离开会谈现场 演员本预计川金一起午餐 签署核内宣言都喊他 只剩川普议员回到他下榻饭店 举办记者会 但川金二会期间还是大 问题就在北韩非核化进程 虽然金正恩愿意在某些方面弃核 但不是美国希望的 比如说去年川金会后 虽然北韩上演爆破核武设施大戏 但专家来看根本对北韩不痛不痒 这次川普也说金正恩愿意去核 不过金正恩却希望用拆除北韩宁边核子设施当作条件 让美国取消所有制裁 目前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制裁禁令 不只是美国说了算 还有欧盟和联合国 尤其前几年北韩连连射飞弹 当时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决议 加强对北韩制裁 金正恩向川普说 不会再合适 但北韩要求没有制裁 美国要求对方全面契合 川金二会在无核化谈判 双方还是有一道鸿沟 东森新闻邱朝瑞林培怡报道 而回顾川金二会随行的 金正恩妹妹金宇正 再次成为了美光灯的焦点 因为从清场到会刊全部自己来 甚至捧烟灰缸也亲自出马 堪称是北韩最称职的金秘书 金正恩越南行最忙的除了随护为安 还有他也要跟着跑起来 金正恩妹妹金宇正全场忙进忙出 当今是王朝的绿皮专列一抵达越南 也是他一马当先冲出来 左顾右盼忙着清场 确认清场完毕才能让哥哥完美走出列车 当金正恩和越南高层握手时 金宇正涵右手推了 被含第二把交椅 劳动党副委员长金英哲一把 要他别挡路 像个陀螺般团团转 一秒都闲不下来 也让南韩媒体忍不住大做文章 无论哪个场子都能看见金宇正 利落崩堵头 黑色套装配高跟鞋 眼神犀利高度警觉 俨然化身罪证金秘书 这人金正恩在广西南宁车站 被拍到在月台上用火柴点烟抽 也是金宇正拿着水晶烟灰缸 毕恭毕敬等在一旁 不只如此连会谈场刊 金宇正都亲自出马 进了饭店后 金宇正低头翻包包找资料 看到同事现身 也许是心情放松 难得露出笑容 就算只有短短一秒 这超罕见的甜笑 也足以让媒体一再重播 事实上金宇正的干练 从去年两场峰会就能看出来 无论是川金会 还是两韩文金会 金宇正都大量曝光 担任称职的全能秘书 几乎金正恩在公开场合 使用的任何物品 都要先经过他确认 而这次越南川金二会 也再度让人见识到 这位北韩金秘书的 超强工作能力 东西方圣博客 和一璇综合报导 川金二会 不止全球媒体都到了越南 当地民众也掀起了川金风 一起来看看当时热闹景象 人群中拥有黄色头发的肖像画 吸引众人目光 不少人还特地上前 和画像及作者一起合照 我爱金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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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金二会在越南举办 许多画家也特地以川普为主角创作 甚至还有画家 希望邀请两位领导人 到自己的工作室参观 不少画家也认为 在这历史性的瞬间 也让他们的画作更有意义 而随着两位领导人抵达 当地的维安措施也提升许多 在拿着北韩国旗 和越南国旗的民众之间 到处都可以看到 穿着绿色或黑色制服的维安人员 因为曾经遭受战火波及 也让越南民众更知道和平的重要 如今两位领导人来到河内 越南民众也衷心期盼 他们能够达成协议 虽然最后传奇二会宣告破局 不过高峰会的举办 也在当地掀起一阵传惊风 东森美洲电视 吴文哲报道 随时随地的观赏热门新闻时事 新闻广场记单元 现在还可以上东森美洲电视 脸书官网 欢迎观众来点阅 好了